主料,腰锅50克,西芹80克,玉米80克,辅量,盐,味精0.5大匙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将芹菜摘洗干净,切成小段,将芋米粒和芹菜段分别放入开水中焯烫,芹菜焯烫完要立即过凉,炒锅倒入适量油,先放入腰锅,小火慢慢的炒熟,然后放入芋米粒和芹菜段,加入盐,味精, 快速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